字幕fei 呃! 四十三五我已经在《内ений四五十三六》 已经从1976年来 从我们在耶稣会以前的传统是 念神学的三年以后就可以升神父了 以后那个时候 神会长派我来这边 本来是要帮忙 那个夏金波老阿神父 来建立学校的那个辅导师 然后第四年以后 就正式是来这边了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高工 一个职业学校了 所以事实上这个学校的课程 几乎都是工程部分的 怎么说我的很多的学生 现在在新竹科研区那边在工作 很多现在已经也算是经历几难那一类的 不单单我一个人 好像全台湾遇到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虽然已经高三了 还是小孩子 我给一个例子 我现在有高二了 那个一个学生 事实上不是一个学生很多 就根本不想念书 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就逼啦 要法啦或鼓励啦 但是就是这样的 他不要好像这边我们这边 实习的时候有不少的学生 现在就是说做就是完全不做 甚至于我说我会给你们领分啊 你们没有做什么东西 对他们来说领分无所谓嘛 为什么呢 领分以后还会找到很多的大学 会接受他们呢 所以没有那种压力了啦 我尽量教他们这些工程的基础 但是强调的这边就是这么做人 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礼貌上也不懂耶 所以还是要求这一些 希望他们能毕业的之后 进入社会他们懂得怎么样待人 我认为我几乎都已经是卡住在这个内室了啦 但是对我来说这一份工作就是对年轻人服务的 也是蛮好的一个工作 不单单是为了我们他们自己的未来 也可以说也是为国家的一个未来 所以教育他们第一个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那个那个做人方面的 然后他们能接受的话 也是教他们这些技术啦 因为很多的校友回来的时候一样的 他们一样的那个讲话就是说 虽然的说神父你很严 没有错啦 但是我们没有今天 如果你没有那么严 就是说一定是逼他们一定要把这些 技术上的东西一定要学会 这样的那对国家对教会 对对两千人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应该也算是相当好的一个工作 他们很慷慨地帮忙我们 事实上也是参与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工作 所以是等于就是说他们帮忙我们的时候也是等于是帮忙这个国家 也是帮忙学年轻人长大也帮忙教会的这些服务的工作 还是要继续努力就是说我们毕竟是相信了天主嘛 我们信仰来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生活必须要继续不断 与天主有一个结合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理想吧 而且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没有没有那个跟天主那个互动的话 那我们的那个信仰的生活就是几乎没有多大的意思了 就是我们我们的生活必须一定要跟天主在一起 就是说这个当然会用祈祷的方式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这样的话就会说真的是可以实现我们真的是相信了耶稣基督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呢 今天就是千万年 我们下周呢 一个千万年 我们下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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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说的是 我们下周呢 感谢观看